市場攤販把飲料杯內 瞬移的冰塊 再倒回保利龍巷內 回收使用冰塊這一幕 震驚南韓社會 而且這樣做還不止一次 同一名漁犯在另一天被拍到 從市場垃圾桶裡 拿出已經被丟棄的一次性飲料杯 然後走回自己的攤位 把杯子內剩下的飲料和冰塊 倒入下水道口後 竟然用手把剩下的冰塊繞了起來 收集在碗裡 再把這些冰塊填充到 裝有漁獲的保利龍巷內 這起不衛生事件 發生在有百年歷史的 大丘西門市場內 這座市場是韓國近現代史 最重要的輿論中心 歷屆總統候選人 一定都會來這個市場 敗票聽取名義 同時市場也是大丘的經濟核心 以紡織業為主 雖然傳統市場整體進入衰退期 但西門仍然是大丘的心臟 當地商人都相當引以為傲 西門是韓國三大市場之一 這也使得魚飯回收冰塊事件 格外受到外界注意 大丘中區廳表示 去年五月就收到相關舉報 當時已經以違反食品衛生法 處罰攤商一百萬元的罰款 現在又有影片流傳 當局將很快再對攤商進行稽查 參列新聞 謝林駿報導